荆州是我们的 刘备如敢起贪念 不等他去南郡 我先引兵娶了他 刘皇叔做梦都垫着荆州 不妨就让他们娶好 周瑜刚刚打赢赤壁之战 却要把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刘备 甚至还要帮他一把 可否以主公的名义 赠刘备三千弹军粮 恭敬新系大局 何夕可敬啊 你尽管去办 终将听着 凡前线军务 军有大都都做出 不用事事禀我 我断无异议 遵命 粮食很快就准备好了 但吕蒙还是想不通 周瑜为啥突然大发慈悲 把这么好的东西 白白送给刘备 你看得见这水下面有什么 末将肉眼凡胎 看不出来 我也是肉眼凡胎 不过 我却心有灵犀 这里下正有一条 二尺多长的大鲤鱼 我把孔明当成这条 孔明也把我当成这条 就看谁能钓上谁来 周瑜早就查过 南郡的守军有将近两万人马 城池又坚固无比 守将还是大将曹人 想要攻下城池 兵力至少得三倍以上 而刘备的全部兵力 也不过一万五千人而已 想打下南郡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更何况这南郡附近 还有个遗留 曹军上将曹红聚臣而死 与南郡互乘鸡脚之势 这南郡虽好 却是暗藏险恶 周瑜早就和诸葛亮打过交道 知道凭诸葛亮的治谋 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诸葛亮不敢攻也不能攻 他只是故意装出一副 要攻取南郡的样子 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袖手旁观 他想击我 让我出兵攻取南郡 让我跟曹人杀个死去活来 他在坐收鱼里 所以周瑜决定将计就计 不但不跟诸葛亮抢南郡 反而还要送他钱两 诸葛亮见我们无动于衷 他就会沉溺出气 等他跟曹人打个两败俱杀 我们再迅雷一般地冲上去 一鼓作气取下南郡 岂不事半功倍 话音刚落 水里的大鱼就上钩了 看见了吧 周瑜把一切都计划得妥妥当当 却唯独忘了把解题思路汇报给孙权 虽然孙权也猜到周瑜八成是要用计 但却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南郡是块战略要地 也是孙刘两家的必争之地 但不管周瑜有什么计划 孙权都不会干涉的 孙权也是太了解周瑜了 知道他打仗的时候 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 也正因如此 孙权即便不明白周瑜的打算 也要在众将士面前力挺周瑜 把前线的军权都交给他